為了聲援警察 今天有媽媽是人手一隻康乃馨 前往到中正一分局 要來獻花給警察 我們立刻點先給主郭劉函竹 來為大家報道和主任 好 雅倩還有各位觀眾朋友 帶您看又有新的群眾團體 一起來聲援中正一分局 目前我們在這邊看到 是有很多婦女團體 婆婆媽們大動員 就在今天十一點半鐘的時候 搭乘了三台遊覽車 是來到了中正一分局的門口 我們看到婆婆媽媽們 展現了女性的力量 她們手上拿著標語 都是要跟方養寧分局長說聲加油打氣 跟她說聲您辛苦了 同時也要感謝警察 這一陣子以來的辛勞 我們看到婆婆媽媽們 是自發性的 發起這樣的活動 一起北上來聲援警察 除此之外 大家手上都拿著花束 還有康乃馨 大聲的說警察加油 因為甚至還有人 是連小朋友都這樣子 特地抱上來台北 因為他們說是非常需要 這警察安定群眾的力量 那麼連日來看到警察 從學運開始為了維護治安的辛苦 讓他們看了覺得心情非常的不捨 所以才會自發性的總動員 總共是三台遊覽車 將近上百人的人數 是陸陸續續地來到了中正一分局前 來向警察加油打氣 不過由於方養寧分局長 今天早上是到市議會去備詢 所以根據了解 目前方養寧分局長是不在這裡 沒有辦法直接地跟這些婦女團體 來面對面接受他們的加油打氣 不過儘管如此 我們看到民眾婆婆媽媽的熱情依舊不減 甚至連路過的民眾 看到這樣子溫馨的場面 都一起加入了這個加油打氣的活動 紛紛比出大拇指 就是要向警察說聲您辛苦了加油 而且我們看到這些婆婆媽媽們 是高喊了這個警察加油的口號 手上拿著標語 說是要全民站起來捍衛公權力 因為他們需要這個政府趕快還給大家一個 安居樂業的生活空間 也不要讓黑潮淹沒台灣的是非 希望警察能夠加油 那麼其實這次來動員的婦女團體 來自中南部 包括了台中婦女會 高雄婦女會等等 那麼就是要表達 增援支持方局長跟所有辛苦警察的心意 那麼同時也要譴責暴力 那麼其實我們看到 其實目前集結在現場的民眾 大概是已經有了大概30到40人 不過人數也是越來越多 因為就連路過的民眾看到了這樣的場面 都忍不住一起加入了這樣子的聲援的活動當中 大聲的要警察加油 硬起來盡快的讓社會安定 以上就是現場均衣情形 再把時間盡頭交還棚內